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就是卡在那個就是按鈕的部分 就是這個按鈕 那其實特別注意按鈕的 記得就是點它之後有沒有 點它 這邊改成按鈕 這邊改成向上或向下 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就直接這個特別注意 就直接在下面直接輸入那個超連結 然後再來直接改上面的名稱 就不會錯 如果說你漏掉了 記得以後 比如說你這樣子 再打超連結 比如說你這沒選取有沒有 你這樣打是不會有出現超連結 你一定要再選一下button 有沒有它一定是button到button button到button 這個時候 輸入什麼 頸 page 比如page2的話呢 它就 應該就會出現了 有沒有出現了 這樣的話 再點回來這邊 就不會錯了 那你如果再按及時 你會發現才會連結過去 才會動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完成 第1階段 第2階段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這個範例是 就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 剛剛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這邊是 我把 就是data裡面的資料 那因為data裡面的資料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呢 我們做完 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即時來看一下 就會有第2頁 就跳到最新新書登場 然後在下一頁 就會是那個 就是那個認證課程 有沒有 那這樣就可以切換了 不過最後當然你要把這個按鈕改成 上面的這個名稱 因為我現在 沒有 這個 我想你們最後自己再改第1頁 這個也許第1頁叫什麼 第1頁就是最新消息 那就可以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然後 顏色的話 我想你最後再把它改一下 上上向下的箭頭 也改一下方向 今天這個部分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 我們 今天的重點 我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 先第1頁第2頁 再來改成 本來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樣子 變按鈕 按鈕的話呢 顏色我想 之後再加好了 因為顏色 不是那麼重要 之後再加 再來第3階段 就是說 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類似像這樣子 那今天的練習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請各位先把這個 這個這個先把它存檔 那你如果把它存檔之後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那個一個App 其實非常簡單 做完之後請你把那個 這個先關閉起來 然後把102APP按右鍵 用7VIP把它壓縮成 VIP檔 這個時候不是會產生一個 VIP檔 請你再到哪裡呢 再到我們的那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請各位 去 申請一個對不對 你做完剛剛的動作 就產生了一個 App 你想說要不要試試看 Upload一下 有沒有這邊不是有個 Upload VIP file對不對 選它一下 那我不是在桌面上 把剛剛的網站 壓縮成一個 VIP檔 在哪裡呢 找到了 在往下嗎 在這裡 有沒有 它是一個 一個好像拉鍊的 OK 一個VIP對不對 按開啟 這個時候呢 它叫Upload 上去了 好 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這個名稱可以改成你的名稱了 然後問你說 已經傳上去了 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要告訴他說 Ready to build OK 好 你就按下去 這個時候只有傳上去 還沒有 你不要有些同學 沒有 沒有 其實按 還要按一下 他問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就跟他準備好了 幫我compile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看一下喔 如果你的小綠人喔 小綠人如果變成藍色的話 表示他已經幫你做好了 不過iOS需要再驗證 因為我剛剛講要開發人員帳號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是Windows Phone就可以了 那小綠人 他會變藍色的啦 如果這個時候出現之後的話 這邊不是有QR Code對不對 你把QR Code掃描之後 就可以裝在你手機上 看到的東西呢 也會跟你剛剛做的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剛剛做的東西 馬上就幫你手機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 已經出現了一個 小綠 應該小藍人的 有沒有 機器人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有QR Code掃描了 應該各位都有啊 手機上如果有QR Code掃描 我的習慣是我都裝 裝在那個 很好找的地方 QR Code掃描有沒有 你就把它掃描一下 如果你這時候手機上有QR Code掃描 有沒有 你就把它scan之後的話 它會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你就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剛剛的App 就會出現了 你就把它裝在你的手機裡面 裝了之後的話 因為它會出現要不要安裝下載 你就把它點擊安裝完 手機裡面 就會有你剛剛做的App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以後 網站變App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OK 好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試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今天只有第一次上課 我們的目標就是 至少讓各位知道說 可以很快的 把一個 102我們之前做過的網站 快速的變成 一個App的流程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慢慢再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東西 讓你的App看起來 更加漂亮美觀專業的 一些小技巧 然後內容部分的話 也 主要是用我們上課的那個範例 當然 將來會有一個變化題 所以今天的練習 我想 今天的練習 今天的練習就是你先把102先存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部分的話呢 暫時可以不要交好了 暫時可以不要 下個禮拜我們把 做完的東西 你們再繳交好了 我們再次進行 我們再次進行 夜伍 夜伍 就被當 谢谢大家